哈囉大家好我是迪化,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087話情報2 卡普藝人抵擋了黑團泉源 加上分析劍文社察覺不到透明果實 刻比需要卡普來保護 破200佔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情報2給出了更多資訊 說了卡普除了打親自以外 卡普還與黑物質海團的魚之溪流、惡政王、九董喬特等人發生了戰鬥 並表現優勢 溪流偷襲了卡普後 卡普一拳就把他砸到地上 卡普在本化最後倒下 但沒有表現被擊敗 取得了短暫的勝利 在兩個情報出來後 有很多事情是可以拿出來討論的 我們今天針對溪流給卡普傷害這件事情 還有克比需要被保護 這兩個論點來下去討論 與之溪流在卡普保護克比的時候 砍傷了卡普 我們先來談談克比為什麼要被保護吧 克比實力有那麼差勁嗎? 他可是海軍另一個英雄啊 我們把畫面切到1080畫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克比當時是被類似於海羅石的鐵球靠住了 當時他在逃跑的時候 就要抱著這個鐵球跑步 可見尾田不想讓他在這裡發揮實力 所以如果有人攻擊克比的話 那麼克比絕對是超級劣勢 所以卡普這裡保護克比是非常合理的 並不會讓克比實力下降 但事實上克比目前也不是溪流對手 所以如果沒了鐵球 可能也只能逃跑 回到砍傷卡普這裡 這裡情況有兩種 一種是與之溪流攻擊了克比 然後卡普跑去擋 有點像是頂上艾斯邦魯夫擋的概念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那麼與之溪流打傷卡普 並不是什麼很厲害的事情 但這裡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說過與之溪流頂上對應的人物就是赤犬 現在可能又有同樣的情況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 我們把重點放在另一個可能 另一種狀況是 卡普在保護克比的過程中 被與之溪流砍傷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與之溪流這個劇情實力直線飆升 講到偷襲就不得不提到 當時莫莉亞來到蜂巢島的時候 溪流就用了透明果實來偷襲莫莉亞 大家在溪流吃下透明果實時並不看好 因為一般認為只要有劍文社的人都可以看到 而後面出場的角色幾乎都有劍文社 所以大家認為溪流吃了一個垃圾果實 但是當時莫莉亞有沒有劍文社不知道 所以如果卡普這次也是被偷襲的話 那麼透明果實可以說證明了自己 透明果實並沒有那麼不堪 能夠偷襲到有劍文社的人物 但事情真的是如此嗎 韋田在情報也給出了卡普是在保護克比 而且也與一堆人戰鬥 所以有可能不是在高度警覺下被傷到的 如果卡普高度警覺的話 還能偷襲到 那麼透明果實絕對是王者果實 最後來說說卡普現在的處境吧 我認為卡普現在如果全力應戰 沒有顧慮的話 藝人可以幹翻目前風潮的各位 好像也沒毛病 但重點就在於 目前有克比這個鐵球障礙在 所以卡普勢必戰時無法全力應戰 有可能這種情況下卡普戰敗 除非後面有其他獸的成員來支援克比 那麼情勢才會逆轉 卡普雖然可以打敗這些黑短成員 但只要時間拖久後 黑短成員回來 那麼卡普絕對無法應戰那麼多人物 畢竟黑鬍子可是目前巨型海賊的BOSS 所以卡普犧牲的機會就會越來越高 但卡普身後也有不少人 像是之前說蛋糕島的人 或者是前幾話才提到卡普的戰國 戰國詢問卡普去哪裡了 戰國得知他去蜂巢島 我們假設一個問題 如果戰國沒有要去的話 我一定給他問這個幹嘛 所以我偏向戰國可能會來支援 畢竟卡普的戰鬥旁邊都會有戰國 那麼之前大黑天的理論 就越來越靠近了 黑鬍子可能可以取得大佛果實能力 變成大黑天 我們下個情報見 掰掰